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想公益不只是一个物件 所以我们企图以green的这样的一个value 或价值或精神来做我们所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精神 因此我们所谓的Green讲的是一种 以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主张来做描述 那所谓的绿色讲调的是一种 台湾公益着重这种自然循环 平衡宽容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精神 所以因此我们以绿色的这样的Green 来做我们的Content的基底构想 我们名为Talk讲的是双线园这样的一个 国际对话的一个空间 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文化的对接关系 是一种文化的对流关系 不只是视觉的一种这种表面的 或者是视觉上的这种的一个对话关系 因此我们就以GreenTalk来作为 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一个策展观点 那我们的曲见 我们有来自台湾各个世代的曲见 我们有来自陈锦灵的作品 我们有来自于业界剧的作品 我们还有来自陈锦竹的新世代的作品 我们有来自传统的工艺的作品 我们有来自3D电影的作品 所以因此作品的曲向有多元的技巧 有多元的素材 有多元的想法 还有多元的五套符号 那我们副标取为台湾 因为我们着重的是尊重自然 尊重精神 尊重生活化 公益展以人与自然 人与物件 以及人与社会三个面向 展现出以公益为介质的友善关系 开展当天 盛逢双向元国庆晚会 除了向贵宾展示台湾公益文化之美 也借此传递台湾公益的精神与内涵 我自己在华府 总共前前后后 在驻美代表处工作了12年 那曾经有一年的时间 我也在负责管理这个双向人 那所以其实我知道 那个地方 对于台湾的整个历史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以往对我们外交工作人员 是强调它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 可以把我们的台湾公益品 带到那边去 刚好又是 到时候会是我们的国庆酒会 可以让外国人是 看到台湾公益家的 这个最棒的一个名书 而且不只是看到公益产品本身 而且有一个前瞻性的 台湾可以把这个世界的 这种艺术品带到那边的方向去 所以非常感谢 所有的在场的这个公益家 还有主办单位 协败单位促成这一次的展览 我相信这一次的展览 会是未来诸多展览的第一部 这么好的展览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 外交部也会希望说 能够把它带到 不只是只有美国 我们希望能够带到更多的地方去 我这一次展出的作品 是用金工红彤去锻造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作品名称叫做 那其实就是像是我们台湾在 不管是创意文化生活 其族群都是一个多元广阔的一个包容 那作品的理念跟灵感来自于大自然 对生活的体察体悟 那这个呢是在转化之后 我再去对自己去从形而上到形而下 去跟生活跟人文对话完之后 创造出来一个造型 那这个造型也希望 透过这个造型材质 以及形象的这个呈现 让更多的人民们民众们 以及国内外的好朋友 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多元 还有创意跟生活的这个 无限的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跟包容性 人跟自然 人跟精神 人跟物件之间的三有关系 形成一种叫做Rain Talk 也意味着说 台湾的Crypt是如何的所谓 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台湾公益 那台湾公益是如何的美好 它的美好就在于 我们尊重自然 尊重循环 尊重平衡 尊重生命力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我们设定的主题叫做 台湾Talk Green Talk 台湾Crypt Soware的一个秘密取向 我想这样的主题诉求 不只是物件也不只是空间美化 也不只是视觉传达 传达是台湾的公益的文化的价值精神 文化的符号 以及我们的公益性 面对异后世界逐渐归位之际 公益中心也期盼透过国际性的展览活动 让更多国外朋友一睹台湾公益之美 了解公益品中蕴藏的台湾精神 与实用美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响应 2022年国际失智症月主题 认识失智症及阿兹海默症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特别邀请奥运金牌选手 郭信纯和资深艺人许杰辉 联手斗趣演出为电影 透过生动的剧情 让民众了解失智症会出现哪些警讯 呼吁共同来营造失智友善的环境 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郭信纯 与艺人许杰辉 与国民健康署合作 演出失智友善的宣导为电影 两人幽默逗趣的演出 带出了罹患失智症 可能出现的症状 令人印象深刻 呼吁家人不要忽略 这些警讯 及早就医不耽误 另外影片中也推广 失智友善的观念 我们现在来练肌肉 好吧 那我们把亚铃举起来吧 好 亚铃 亚铃 我的亚铃先给你 我的亚铃 诶 哥 怎么跑来啦 这样会穿包 赶快去 我会穿包 好 这样子 教练啊 不然我去搭我喝口水 等我一下 好 这我说要切 对 亚铃 你怎么在这里 我赤都没有啦 好 要来长肌肉啊 那在微电影的义哥 有这个在热身的时候数错拍子这个问题 数错拍子 判断减弱的这个征兆 对 那把亚铃放在冰箱是物品错置的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在对于自己熟悉的这种运动感到困难 这就是一个就是不再生认的这个警示 那其实有这些征兆去我们不要去忽视它 就是急倒的去到医院这样去做一个请医师做一个诊断 看到大家这么热情就知道大家也很关心 关于这个失智问题的 大家真的要共同的多一点的来关心这样 那刚刚我们影片里面或者是我们前面 很多的这些讲解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我其实这次合作我比较 跟他们在沟通的过程 我比较强调是说 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的病患 那第一个不要认为说 哪有这个病患 然后感觉不好意思 不用 就真的好好的去就医就好 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 家人友善的共同陪伴 比方说他如果做错什么事情 然后请不要对他有一个不好的表情 我模仿给你们看 你怎么这样 就是老师对这样子的那个患者 不要有不好的表情 所以他一直在挫败 一直在挫败 我觉得会加深他的病情 可不可以友善 或者是更有技巧的跟他互动 那当然可以远离一些危险或者是问题 所以我在这一次的这个微电影里面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友善的对待 那其实我还蛮感谢结合老师 其实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他有发现到我的一些不安 跟那种放不开的感觉 对所以他一直都会来引导我 然后指导我 然后就是让我可以比较放开的去去演 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结合老师 其实他的精湛的演出 大家刚刚也看到这样的影片 其实你会非常的深刻记在脑海中 其实是真的有哪一些征兆 去从他的演技里面 就可以就是很清楚的烙印在自己的那个脑海中 对 我第一次跟郭静淳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去开会 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 很友善的有握手这样 但是我心里会怕 我心里会说他那娘有力 他手不知道把我抵下去会怎样 可是我跟他一握手 我整个人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就是感动 人家那个练举重练到 我们如果说 手上有长茧是一颗一颗的 他是练到长一片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这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 要吃多少苦 才可以有练出这样的成就 不好意思 我刚刚是前一趴要讲这一个 我就忘记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接下来来讲这个就是呢 我们寻求协助 好 那么其实各地的共造中心呢 都可以得到一些协助 最主要是 我们如果家里有人 有这种状况的话 他是到各大医院的精神内科或者是精神科去求助求诊 好 我们大家如果去挂号就要挂到这些人 不可能会被挂 郭姓纯与许杰辉很开心合作演出为电影 互夸对方敬业又专业 而为了加深民众对于失智症的认识 国舰署也安排举重女神郭姓纯现场停举失智症十大警讯的举重 因为我们应该从来没有看过姓纯举这样的举重 这个举重多重啊 对他来说一定是一块小饼干 一块饼干续而已 不是不只是一块小饼干 好接着我们请姓纯就位了 可以了吗热身好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取三二一好不好 三二一我们给他加油鼓励 三二一请举起 认识失智掌握健康 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的健康金牌选手 卫福部政务次长王毕胜与国民健康署署长吴昭军 及长期照顾司吴锡文副司长 也共同出席这场失智友善的微电影发表活动 希望透过影片的宣导 让民众对于失智症有正确的认识 做自己的健康金牌选手 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一些老人 他就有的时候他平常不是这样 可是他现在疑心病病很重 通常我们都说那老人电 没关系 那老人电那不要插不住就好 其实这些都是警讯 比如说他平常以前 他不会很多疑 他现在会说 我东西没什么 你把我投下来 怀疑家人偷他东西 或是什么 这些都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去忽略他了 另外就是这个记忆衰退 有时候我们讲说老的记忆比较壞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去注意他的程度 就是说他以前好像有时候会稍微忘记一点事情 可是怎么忽然之间好像差很多 怎么连东西摆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一起生活的人 他会去注意到 比如说他平常只是说 哎呦 这个人说没问题 然后有时候数字记不住 可是他连就像刚刚连哑铃 都会放错地方 都不记得我什么 我在一二三算到四的时候 四讲不出来 像这些都是生活上我们会去注意到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我想这样是提出这些例子 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这些相关的这个症状 我想这个全场包括我们的有三人的一个商家 那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 那今年老学学会呼吁的是希望大家在一起 那我们能够可以做的更多 所以我们在实质的工作中心 目前全国部件大概有一百一十几个 那么我们的市集据点大概有五百多个 那我们的所谓的营养中心 社区的营养中心目前在最后十个 那希望说我们这样的逐步拓展 能够让整个我们台湾的话 未来对于市制者能够更认识 那也希望透由今天的所谓的记者会 能够这样的维建年 提高民众的健康势能 也能够提醒民众大家对于市制的一个认识 国建署也指出台湾市制政资源建制至今已超过十年 长照2.0计划已纳入50岁以上市制者 提供各项服务与协助 希望大众能关注市制者与照顾者的处境 共同营造关怀包容的市制友善环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跨国数位平台对台湾新闻媒体影响日益加剧 台大新闻研究所攜手中家宽评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官学界代表探讨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表示政府必须一起面对 相信透过公众讨论 政策上会更加的清楚聚焦 打开网页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浏览相关新闻内容 数位平台崛起改变了新闻资讯的流通方式 更严重冲击新闻产业 台大新闻所在中家宽评赞助下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官学界进行交流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并表示文化部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支持新闻付费 这些大新闻到底在台湾 它获取了什么利益 或者是说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到底它在台湾的营额有多少 我很意外的 我问了很多的部会 相关的部会 竟然都不知道 这里面有包括社群平台 搜寻平台 还有OTT平台等等 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营业模式 这些营业模式 他们有的比较共通的就是 他们在台湾可能设一个公司 有奖税 可是这个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到底全部的营业到底多少 有没有办法掉出来 当然这中间各种模式 包括政策建议 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很多方法 文化部我们基本上很清楚的地方就是 我们支持一定要复贿 新闻复贿 但是如何去谈判 如何去复贿 复贿了以后 如何去分析 什么样的模式 就是尊重 那么大家共同讨论 会中还发布一份 针对平面新闻产业进行的调查报告 并邀请场观学界代表 探讨新闻业与数位平台的合作模式 论坛主持人之一 前政务委员郭耀黄表示 在跨国数位平台的影响下 必须寻求新的产业生态 才能提升新闻媒体的竞争力 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的关系 也不止在媒体认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新闻的产业 它的品质跟言论自由的问题 包括是公益性的 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言论自由属于公益的价值 那媒体认论是属于私益的问题 那今天的论坛 我想大家可以从公益面跟私益面 一起来探讨 让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彼此之间能够产生一个共识 那看看如何共荣发展 那我想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不是完全在对立面 而是必须要寻求一个 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进的 一个新的产业生态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也期待政府 能够从这个 怎么样促进新闻产业的数位转型 来加速来推动 其实这个议题很复杂 它牵涉到我们的新闻业 它也牵涉到这些大型平台的业者 那同时因为从我们 从国际的经验发现说 因为这个议题 我们的传统的媒体 跟跨国平台 议价能力是不对等 所以其实各国都需要 政府的积极介入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邀请了 相关部会 甚至于是在之前 在政委时期 主导这个议题的跨部会的协商的 郭耀黄政委 请他来主持这个政策的讨论 那很开心 就是说这些各方的业界 跟学者专家都愿意一起来 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 会中专家学者也认为 数位平台不再只是 协助媒体曝光新闻 而是扮演筛选新闻内容的角色 不只让传统新闻产制模式 发生变化 甚至对言论自由与民主发展 造成负面影响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的论坛中 针对数位平台 对平面新闻产业的影响 发表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数位平台崛起 不仅冲击台湾新闻媒体的发行量 对产制内容也造成极大影响 双方必须开启对话 研拟出完善的分论 或是付费合作才能共融发展 台大新闻所举办的论坛中 首度公布了一份 由跨校学者组成的计划团队 进行了研究调查 从产业概况 影响层面 到政策模式等各种面向 剖析数位平台 对出版业新闻媒体的影响 这一次的调查报告 就是包含台湾的杂志跟报纸 我们发现最主要 他们受到平台的第一个是在产业上面的影响 第二个是在内容上的影响 那在产业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整个数位环境的改变 让传统的这一些 不管是纸本或是广告的营收都下降了 然后遭遇到非常大的一个经营上面的困难 那另外呢 可以看到的是说在网路上面 他们能够取得的 无论是直接的广告 或是来自平台的分论都还是不够的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经营面发生的最大的危机 那在他们的内容面上面 我们看到最大的危机 大概就会是演算法不透明 然后以及对内容的一些筛选 让这一些我们看到过去杂志或报纸 没办法独立自主的去完成 我们所谓的第四权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没办法独立的这个监督政府 独立的去监督这些大的企业 那在新闻的这个产制上面 就会流于八卦化或是琐碎化 那这个对于媒体的 不管是产业或是他最后的这个社会功能 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论坛中针对如何与跨国数位平台 进行谈判议价 公平会委员洪才龙也分享 澳洲与纽西兰的经验 提供台湾制定规范的参考 澳洲当然是有立法嘛 去年立法 那就是说要求这个数位平台 跟他们的传统媒体进行议价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那个 纽西兰是没有立法 然后但是就说因为 由他们的传统媒体的公协会 然后出面跟他们的竞争法机关提出申请 什么样的申请呢 就是联合行为的事先许可的一个豁免 联合行为的一个责任 由他们一起来集体谈判 然后没有立法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旦通过了 然后数位平台 Google跟你说到时候就一样要跟这些传统媒体来做 谈判跟议价 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不思维 目前在台湾法律都还没订定的时候 的一个可能的方法 台大新闻所所长洪真凌表示 完善的分论或付费合作 不仅能改善台湾媒体营收上的困境 也可提升数位平台的服务品质 其实在这个数位转型的当下 那台湾的媒体的营收跟内容表现 其实受到高度的冲击 那其实整个数位广告呢 其实都转移到大型的平台 那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包括政府部门 文化部跟NCC 其实也有委托案 去做大型的媒体的产业调查研究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研究团队 来做调查结果的报告 跟社会分享 现在产业的现状 那同时呢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几项 就是说未来可以去解决 因应这些大型平台 跟媒体之间的公平的议价 或者是各种的合作模式的可能 那我们希望说 这些可能性提出来 让社会各界可以继续讨论 那整体来讲 我们希望说 可以去改善 台湾媒体现在营收上面的困境 然后包括数位平台跟媒体合作 为了台湾的民主跟国家安全 可以尽一份心理 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在与会来宾热烈交流下圆满成功 中加宽平透过赞助举办论坛 也期盼能为促进台湾媒体产业正向发展 尽一份心理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 鸡蛋的供货稳不稳定 现在有网站可以查询 农委会建立鸡蛋产销资讯平台 提供每周更新资讯 让国人可以清楚了解 国内鸡蛋产销情况 点开农委会的网站 在重要资讯里的产销行情资讯 新增了鸡蛋产销资讯 每周三更新作为产销调节的参考 民众也可以查询鸡蛋供应量 与生产资讯了解状况 大家都知道 我们长期以来的鸡蛋产销资讯 大概都是由中华民国养鸡协会 持续不断滚动的检讨跟建立 那在这段时间 不管是整个生产量 或者是一些产销资讯 还有一些气候的因素影响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说 这个资讯的建立在时程上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每个月 用月报表的方式来呈现 那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到了9月 只看到7月份的统计数据 可能跟不上一些大家的预期 或者产销预测 或者调节的一些辅导的效果 所以我们大概也跟养鸡协会 还有中央蓄展会 同时做过一些研商跟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确定 就是要把整个产销资讯 把它公开透明化 那另外就是 从每个月的月报表 改成是每一周的礼拜三 来更新数据 来做最新的一个 基蛋产销资讯的一个揭露 那另外 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参举 那当然可以作为我们 行政部门在做产销调节的 一些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另外也可以透过 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揭露 让我们的业者 他在不管在生产排程上 或者是备货上 包括他的总机更新上 来做一些依据 所以我们确定 要把这个资讯平台 来做一个揭露跟更新 那另外这个资讯里面的内容 大概同时 我们会放上 蛋机的一个生产资讯 跟每一天平均一个 鸡蛋生产供应量的一个揭露 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鸡蛋的一个 运销的一个通路 那目前 在我们民国110年9月17号 我们公告 依农产品验证 及生产管理法 验证及 这个办法里面 我们要求就是 鸡蛋是必须去做 一个验证跟一个揭露的 所以我们目前的 蛋机场生产出来的鸡蛋 大概有50% 会进到 席选蛋的一个通路去 那另外 50%就是会造传统的 透过传统市场的杂粮行 或者是一般传统市场的 比如说早餐店 或者一些餐饮通路 所以这样的通路的建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依据我们的办法 所有要进到超商超市量饭店 卖场跟网购 以及到校园营养午餐 国军赴食的 这七大通路 全部都一定要 席选跟烹饪 那另外 我们现在在鸡蛋产销资讯的 调查统计的方法里面 我们现在每周滚筒检讨的数据 第一个就是产弹机的支数 我们都知道 一定要有产弹机的存在 才会有鸡蛋生下来的可能 那另外 包括 75日零的弹中机 补进来弹机场的一个数量的 一个计算 还有就是淘汰机的支数 那我们讲的淘汰机 大概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照生产排程 需要淘汰更新的母鸡 以及因为各种异病因素 导致死亡必须化制的支数 所以淘汰机的支数 大概是有两个数据的一个参考 那另外换鱼支数大概就是 所有的生产过程中 不管是遇到产期的调整 或者是遇到一些生产上的逆境 所以鸡农习惯会做一些换鱼的动作 那这个换鱼数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这些鸡大概经过 45天到两个月之后 它可以再逐渐的投入生产 然后再重新走另外一个产弹周期 那刚才有提到 我们在今年的1月开始 我们现在导入了席选弹 要依我们的验证办法 一定需要去做明确的揭露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全国 有87家的席选的 不管是席选场 或者是席选的辐射场域 或者是席选市 一共有87家 那每个礼拜 我们也会在电脑上 去抓他们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 依法就是要接入 而且要申报的 所以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 大概也查核了30几家的席选场 没有依规定来做填报动作的 那我们大概现在也都请县市政府 依生产验证办法 生产验证法来做一个辅导 跟去做一些处罚的依据 那我相信这个数据 以后会越来越准确 而且越来越有代表性 农委会表示 目前产单率仅约68到69 如能提升至75% 可满足国人每日需求 且还可有余裕 让不具竞争力 传统机设进行设备更新 迈向现代化或淘汰 像产弹率 其实跟整个饲养的条件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福岛机场 尽量来做到密闭水帘式的机场 那就可以减少 不管是气候的因素 或者是候鸟的因素 导致一些不确定因素 造成的产单率的波动 那当然透过一些营养的管理 或者一些饲养条件的管理 当然对产单率也会有一些帮忙 不然产能 当然是我们最直接 要了解说 整个供应的量够不够 那当然 价格有时候就还会 回到一个销售状况的情形 所以产销的供需 还是要看整个季节 或者是年节需求 因为以供应来讲 像我们最近观察到的重点 其实像今年 非常明显的 整个在超商超市通路 在前一段时间 并没有明显的成长很多 但是在七八月份 甚至到最近 整个移花洞的消费 甚至是成长了原来的五倍到六倍 所以每个地方的销售状况 跟每个地方的需求 会随着不一样的 时空背景 或者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旅游需求 都会有一些波动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 透过生产资讯稳定的建立 然后了解销售的情况 来尽量做到一个供需的平衡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七八月份 也透过中央续产会 跟养鸡协会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调度 过往每个月调查一次 提高频率为每周 并在每周三更新发布 上一周的全国鸡蛋生产资讯 滚动调查 掌握产弹支数 产弹科数 入中基支数等资讯 记者温俊台北报导 每个礼拜三去揭入前一周的资讯 Home Plus中加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证件计划 要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 能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加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药集团关心您 您好欢迎收看中药新闻 我是吴俊松 根据统计 基隆市屋林平均达33年 加上近来地震频传 危老重建更显急迫 基隆市政府近几年来 也积极辅导居民推动老屋都根 基隆市长林又昌透露 今年将在七堵区新建首批中济宅 希望可以加速都根和危老重建的进度 基隆市因为发展较早 老旧建筑随处可见 根据统计 全基隆市平均乌林达33年 超过50年的更有1.3万户 因此基隆市政府近几年 积极推动老屋都根或改建 不过比较困难的是产权共识的协调 相关的一个法令跟中央的一个政策跟计划 其实本来就有 但现在各个县市碰到比较困难的 其实是在这个产权部分的一个 大家的共识的协调 我们大概通常会发现这个老屋 要做都根或者是要做改建的时候 碰到最困难就是 楼上的可能想改建 楼下的可能他没有意愿 那因为这个都是私人产权 所以这几年市政府就是不断的在 这个宣导或者是把新的观念 法律能够跟这个民众 让他们能够更了解 提高他们参与的一个意愿 另外老屋改建或都根期间 原有住户的居住问题也是影响 都根案推动的主要因素 因此金融市长林友昌认为 在金融最重要的配套措施就是中继宅 林友昌既不透露 今年七度将新建首批中继宅 中继宅为什么重要呢 是当我们的民众 如果他愿意参与这个相关的 围绕的都根 或者是参与相关的 这些新建的这些计划的话 他最欠缺的是 他没有租债堂很大 因为他就只有这间房子 他说有一家人 三口六口通通住在这个地方 那整个整建可能需要 这个三年五年的时间 也没有租债堂 所以金融在推动相关的一个都市更新 甚至是围绕重建的时候 其实欠缺的是中继的住宅 那这一部分 我们会在今年开始会动工 在七度这个地方就会开始做新建 那后续呢 这个中继宅的户数越多的时候 我们能够这个在群市推动相关的一个 围绕的一个更新的速度也就可以加快 根据内政部硬件署方面公布资料 到八月为止 金融市已核定都根案有事件 围绕重建计划核准案件则有事件 首批七度设宅案 虽然规划有450户 不过要到2027年才会完工 记者张旗滩金融报导 等了七年了终于判到 基隆市长林佑昌视察中山区通人街路面铺设工程 由李明活动中心往中华路方向进行刨铺 51处路面冷孔盖全部降埋刨铺 让路面平顺 大型工程机具在通名街上来来回回展开作业 进行道路刨铺 等了七年通名街总算重新刨铺 就由市长林佑昌立委蔡思应 亲自到厂监工听取简报 中华路通人街口总长度大概546公尺 总组面积是3900平方公尺 施工经费大概要在220万元左右 包括中山区市议员宋伟丽 庄敬胜张炳钧 和市议员参选人施伟正 和周边里长地方居民满心欢喜 见证这一刻 在这个议会咨询的时候 我们在地的议员都很关心 这边的一个道路 所以这次呢 如果没做 这个就一回事 但是如果要做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他刚才你说 我们把一些人手 有孔 就是以前你们骑士渡厚 过去新人 叩叩叩叩叩叩 那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降买 所以以后的人孔呢 就会比以前少很多 那刚刚在讲 我们在铺的时候呢 比较宽的地方 就两山 作为坡 按住 这样就会凹到一只山 然后会比较顺平 市长前几天特别告诉我说 他一定要过来这个活动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蘇花 長期以來就是他念之在這兩屆里長 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好多次我跟蘇花里長在聊天的時候 他也在告訴我這件事情 那我也很感謝今天我們的廠商 曾董曾董在旁邊 很認真基隆是很重要的廠商 他也願意配合大家的工作時間 今天晚上來處理 那我相信一定能夠處理到近三近美 市長都講話了 議員都講話了 我們希望這條路做完之後 可以保證幾年 十年 十年 都讓大家很滿意 這樣好不好 所以這條路可以說起來是四通八達 然後經過的路人非常的多 那非常感謝我們鄭淑華里長 他非常的用心 那麼一直在那個市長會見的時候 就一再的跟市長提出來 說希望能夠重鋪 因為這條路已經年久失修了 然後路面都有軍列的現象發生 所以今天我看到大家 工人都已經進駐 已經把它已經拋鋪了 那晚上聽說要把它整平 這速度蠻快的 希望我們市政府效率待賽 這句話 市長林歐昌最後已承諾 未來規劃中的示範道路 將從中華路 文化路 復興路到中和路口 足不改善中山區的道路品質 記者 黃少明 基隆報導 基隆市壯關里 樂立二街 因為連日大雨25號發生土石滑落 一棵大樹直接砸中車輛 所幸車上兩個人都平安 這起意外造成三輛車子毀損 警銷貨報到場實施介護 公務處人員也到場處理 中安里發生了土石崩落 幾棵大樹橫倒在路面 兩線車道都給佔據 走近一看 樹幹下還壓著一輛銀灰色汽車 車身各處板金凹陷 車窗 玻璃 微信免全都破裂 駕駛嚇壞了 往下凹了 全部都碎了 連旁邊那個什麼 不是玻璃 連旁邊那個全部都砸下去 都砸到那個 踏下來了 下午在兩點多的時候 已經接到你們的通知 在我們縱關里的九路設計後方 有發現到處理空洞 這個地方其實在去年前年的時候 曾經也發生過一兩次的灘崗 這一次會比較嚴重 是因為有大樹 這棵樹應該 去現場看起來應該大概有一二十年了 早期的時候是因為可能是天然形成的 後來的話 因為它整個開發的過程當中 這個不是直栽的 所以它是抓在原地上面的 那可能是最近的大地震 再加上這幾天的豪雨 整個大樹就整個塌下來 那大概經過的有一台車子 然後路邊的話有兩三台車子 歷經驚險瞬間 駕駛魚脊遊城幾乎說不出話來 所幸車上兩個人沒有被樹幹壓到 但副駕駛座的朋友 還是被碎裂的玻璃給劃傷 可能我沒做什麼壞事吧 今天運氣差一點點 你過去看 前後啊 兩棵大樹直接倒下來 就中間那麼一點兒縫 今天就前後個五公分 命都沒有了 剛好一段砸 你去看嘛 就剛好就是把我那個駕駛座那個地方 剛好沒砸到 就剛好沒砸到那個地方 就前後你知道吧 它就直接擋在我前後 把我整個 我的車算很堅固的車耶 對對對 它就直接給我砸到 完全報廢了 連日來大雨 樂立二街25號下午 疑似因為持續大雨 造成邊鋒面積 約長17公尺的土石滑落 總共有三輛車遭到波及 其中一輛車直接被砸毀 幸好車上兩個人平安脫困 那目前市政府相關單位 公務處已經在盡快的處理 那這一切的話是屬於私人地區 也是屬於一個保護區 那發生事情的時候 市政府跟公務處屬公所這邊 就是第一個時間 盡快的把它搶通 後續的問題的話 再請地主來做一些協調跟協助 看要怎麼處理 那目前的話 也有一兩顆處 也有即時的危險 那屬公所區長這邊 也有指示相關單位 然後要跟地主來通知 看事做後續 那些單位也馬上就來現場 就趕快來處理當中 那現在目前的處理的狀況是 已經把路數這樣子的切距了 切割了 人可以通行 但是還是很危險 那現在我們破損的車 車輛因為有點狀況 沒有辦法離開 所以後續的動作 一些動作沒有辦法做 那現在還在延商當中 警銷已經在現場 拉起了封鎖線 公務處也派員處理 進行清除 盡快恢復通行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基隆安樂區崇德路15項 出現擋土牆軍列 民宅前面向道傾斜 住戶憂心求助市議員秦真 希望市政府找出原因 對症下藥 擋土牆軍列 樓梯扶手牆位移 都位移了 甚至連住戶的門都快打不開 安樂國小上方住戶 憂心忡忡 求助市議員秦真 我們那個沖德路15項這邊 接地還有擋土牆的一個 嚴重的規列 也造成民房的一些的 所謂門框的一些變形 造成住戶的擔心 這公共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9月1號 曾經來出看過 然後整個的專業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請我們 市政府公務處 他們以他們公務的角度 來看著整個問題的解決的方式 讓我們這些住戶 大家得到一個比較 公共安全上不擔心的問題 我想這是最主要重點 今天的責任追究 不是在於追究問題 而是如何來改善 後續現在的狀況的一個 公共安全問題 安樂區公所民政課 及經建課課長 都親自到場查看 看到就是說這個水溝的部分 應該是已經有很久 很多年是沒有去再去 重建或是整修過 所以看到是溝底跟 溝底有些破損 那溝牆好像當初也不是 真正有灌漿起來的一個 完整的結構 那這部分的話大概 怕是說水會滲漏 所以這部分就是 優先來處理應該是這個部分 那因為里長反應這個案件 已經好幾年了 那居民也是住在這邊 有可能會擔心安全的問題 那我們儘快的還有議員 非常關心這件事 我們儘快辦理會堪 也邀請很多相關單位來現場 那針對這個部分的問題 相關經費我們到時候 會先做總體性的評估 那我們有查過 土地全署是國產署 那國產署也表示說 他們還會再辦一次會刊 然後到時候邀請台北水保分局的 一起協助過來看 那看是可以幫我們爭取 重要的一些補助的款項 做整體性的改善 這樣維持這個地方 居民的居住的安全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基隆慈雲寺從農曆9月初一開始 一連9天舉辦離斗法會 透過誦金以及點斗燈儀式 替民眾一整年消災祈福 慈雲寺邀請信眾一起來參加 期盼疫情早日消退 基隆慈雲寺舉辦齊安離斗法會 可以說是基隆地區當中 遵循鼓勵的一個法會 傳承百年 由法師群來虔誠祝道 從9月1號到9月9號 這9天之內都是離斗法會 這是一種為人家消災解惡 祈福元壽的科医 參加離斗就是朝拜自己生命圓層 可使圓層光彩祈求平安 還有其他生意等事業方面 畫面上的暗桌上這些斗筒 都是信徒點的斗燈整齊排列 而經過離斗儀式 來護佑全家平安健康消災解惡 這個斗是我們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從那個廈門訂住過來 我們要裡面要裝那個米 還有其他一些科医用的東西 這是一種從古代就傳下來的 道教科医 民眾點斗燈就是俗稱的拜斗 斗筒裡面會裝米還有劍、齒、秤、鏡子等法器 而背後都有深刻的意涵 簽是代表圓層 斗米是代表天地萬物 那個有一個小小的傘 是代表那個服用圓層 還有劍是代表齒謀、平安 那個燈是代表神光古照 當然都是那個磁、蹭、剪刀、鏡子 都是代表那些 主東、主西、主南、直北 基隆慈雲寺1.9天舉辦法會 而法會之後的米 也可以讓信徒帶回去吃平安健康 基隆慈雲寺希望透過古禮的 立斗法會讓信徒祈求 合家平安、孝災解惡 同時也期望 國家封條與盛、國泰民安 疫情早日消退 讓社會恢復正常運作 記者黃日升、基隆報導 為在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的 主恩兒童之家 專門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轉介來 受虐或是受報 接受保護的安置兒哨 基隆市偉軍弱勢關懷服務協會 和基隆市議員宋偉利 特地前往製贈2萬元善款 和大批的青菜、水果 以及麵條等物資 感謝也協助主恩兒童之家 照顧這群弱勢兒哨 基隆市偉軍弱勢關懷服務協會會員 在理事長林立青代理下 和基隆市議員宋偉利 特地前往主恩兒童之家 製贈2萬元善款 和大批新鮮的青菜、水果麵條 以及冷凍水餃等物資 感謝也協助主恩兒童之家 照顧這群弱勢的安置兒哨 也感謝善心人士江小姐 夫妻兩人居中牽線 讓偉軍可以一起來 關心安置兒哨問題 隨著環境而改變 來教導孩子 其實六歲到十二歲 是人生最基礎的一個教育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我就在此 感謝我們徐執事長 很難說的 不要說我 幫你創事 幫你聽 不說我做那個 心的幫助 我這個 惡事的 人 會在基隆市信義區 深奧坑路的主恩兒童之家 是由財團法人 紀志文聖道基金會成立 專門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轉介來 受虐或受暴 接受保護六到十八歲之間的 弱勢安置兒哨 對於偉軍弱勢關懷服務協會的幫忙 執行長徐華強牧師 由衷感謝 其實我們不單是給孩子們吃 給孩子們住 其實更多是希望關懷他們 我們的孩子功課大部分都不好 因為來自延伸家庭 懂環境 以至於他的功課不好 那有什麼辦法 使他更加的有志氣呢 所以整個暑假 我們訓練他們各種的產業 往他們的財運去發展 希望有一天 他至少在別人的面前 有一項可以引以為傲的 長現在私人的面前 對 這就是我們 主恩兒童之家 最 給這些孩子 最大的一個夢想 希望他們在那邊快樂的成長 徐華強進一步表示 主恩兒童之家 和其他類似機構最大的不同在於 包括創辦人和他 以及主要幹部在內 都是出身育幼院 因此特別能夠感同身受 安置兒哨的 想法和心靈等問題 希望藉由陪伴 以及各種學習課程 讓安置兒哨們 有一天 可以回歸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已經不太希望 有制度的環境 摳住他們 裝住他們的生活 其實很多時候 無為而止 也是一種自力的方式 對我來說我再去成長 我了解他們的心聲 所以我希望再一次我回答 也幫助他們說 我希望以前 看到老師的種種不好的 希望我們老師能改變 以前老師好的 希望完全的成形下去 執行長徐華強牧師 也特地帶領 偉君弱師關懷服務協會 一行人 參觀安置兒哨們的居住房間 和活動空間 並且說明主恩兒童之家的 陪伴關懷教育理念 特別是注意 安置兒哨們的情緒問題 目前主恩兒童之家 總共有包括 國小國中和高中 總共29位安置兒哨 歡迎社會各界一起關心幫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近來發生多起大型車駕駛 因為視覺死角 看不到車旁有行人造成交通事故 為了避免憾事一再發生 基隆監禮站設立了大型車內輪差體驗區 讓學生實際了解並且提高警覺 透過鏡頭帶您一起來看看 這是日前發生的一起車禍意外 攸關車駕駛在轉彎時不慎臉傷民眾 這種因為大車駕駛視線死角 及內輪差因素造成的意外事故屢見不顯 因此基隆監禮站與基隆市警察局 特別在九月交通安全月 舉辦大型車內輪差體驗活動 我們希望交通教育 安全教育能夠向下扎根 所以設置這個體驗區 希望學校帶著一些小朋友 來實地體驗一下 當車輛轉彎的時候 它會因為前輪跟後輪 行經軌跡的不同的差距 會產生輪差 那這個輪差呢 當行人誤入這個輪差的時候 通常會發生交通事故 所以藉由這個體驗區 讓小朋友來確定地來體驗一下 轉彎的時候你站在這個紅色的區域 那一定會被壓到喔 遊覽車緩慢前進轉彎 只見輪胎一直往內側靠 有十多年遊覽車駕駛經驗的林先生表示 如果行人或其他車輛離車身太近 大車駕駛從後照鏡真的看不到 轉彎時就很容易發生意外 就是我們從後視鏡看 我們往後面輪子 往旁邊一公尺之內 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要很接近 因為我們從後視鏡它有個視角 這是正常的 對 因為後視鏡它不可能百分之百 全面都看得到 就是在右前輪的一公尺 後面那邊是看不到的 對 所以那你 變成你要開車是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 轉彎看路過行人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以你的視角你看得到 你前方車輛最底下的東西嗎 看不到對不對 除了觀看大型車移動時的輪胎軌跡 產生了內輪差 在警察局中對安排下 地內國中同學還直接坐上 遊覽車駕駛座親身體驗 什麼是視線視角 就是前面和旁邊都看不太到 對 然後感覺 感覺就是可能會撞到人之類的 看得到人嗎 我那個前面看不到人 然後就是 就是以後那個要注意 要跟那個大型車輛要有一個間隔距離 我在上面然後完全看不到任何人 對 然後 所以開車的時候要專心 這個感覺很恐怖 教隊組長楊宏亮也現場教學生 在面對大型車時如何自保 及避免出現錯誤的行為 在路上啊 在過馬路的時候離路遠 最好是往後退 三步 要避免這個大車會產生內輪差 同學在通學過程 千萬不要在馬路上嬉戲 應該隨時提高警覺 我們建議同學們應該在靠邊走 要面向來車 這樣子如果萬一路上有狀況的話 才能及時的反應 除了邀請學校團體前來監禮站 大型車內輪差體驗區體驗外 基隆監禮站方面 也規劃舉辦快產活動 直接開進校園宣導 希望透過體驗活動 讓交通安全觀念 從小乍根 內輪差要注意 記者張啟燈金融報導 感謝您收看眾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 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 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3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e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en 查證時可點選 綠色按鈕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 轉達給親朋好友喔 記得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刑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 對抗病毒正向防疫